即时新闻综合报导,除了在边界与中国角力外,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关系也持续紧张。 巴基斯坦曾多次宣传拥有伊朗制胜利NASRA短程飞弹,印度近日更计划耗资于55亿美元,约清台币1634,2亿元,采购5套俄制S-48凯旋Triumph防空飞弹系统,强化自身防空能力。 中央社报道,印度国防部的消息指出,印度希望能在2018财政年度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完成采购S-400凯旋防空飞弹系统的合约谈判。 印度国防部表示,印度希望在签署合约后两年内取得第一套S-400凯旋防空飞弹系统,全部5套S-400飞弹系统必须在签约后54个月内交货完毕。 二致S-400凯旋防空飞弹系统宣称,能够追踪、拦截、摧毁半径400公里内的战略轰炸机、逆踪战机、间谍飞机、无人机和飞弹等空中目标,并可在防卫半径60公里的范围内,击落来袭的弹道飞弹。 中国在2014年以30亿美元,约台币884亿元订购S-400凯旋防空飞弹系统后,印度经过研究后,近日有和俄罗斯就S-400飞弹系统的最后采购合约进行谈判。 巴基斯坦场宣传拥有可携带核子弹的伊朗制胜利短程飞弹能够对抗印度战力,但印度国防部表示印度一旦取得S-400飞弹将用来拦截胜利并机动部署保护城市安全。